汤品变身赚更多 去BBS新闻 萧鸿汉 吴婷怡有号庭台北报道 说汤品市场的饭店 光是海参鲍鱼汤或者是鸡汤 就能带来近500万的营收 让汤品现在变成年菜的一大战场 而且连附送的锅具都要比高下 有人到英哥去定制 又附赠要价破4万元的名牌瓷锅 希望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老母鸡精华火腿精熬8小时 滚出乳白色汤汁 淋上特制布袋机后 才进蒸笼 会先熬汤再蒸 是因为这锅可是信义区饭店限量款 打开一体成型瓷锅 全机鸡汤从经典粤菜 先喝神针发响 里头加了松茸鲍鱼 完全没有骨头 而外头这像英哥特别定制的烧桃 强调不同于一般瓷器 能放在瓦斯炉上 其实是每年春节饭店卖汤 不止笔口味还要拼锅具 其实这一锅 我们要花十几天的时间来准备 光是赤森八头爆 每个成本就要六千元 更别说里头还有 每斤上看六万元的 冬虫夏草跟少见红森 寄出极品汤还不够 装汤的瓷器 找来名牌设计师设计 锅身度上18K斤 汤品的市场其实一年比一年 市场还要再更大 围炉啦或是像过年期间 光光卖出的汤品就可以 大概有上看五百万左右 看准上一年菜市场 汤品占了百分之三十比例 让饭店面对独立于套餐年菜外的 汤品战场特别用力 难怪要不惜成本 只是面对单价破四万元的顶级锅 除了里头要层层密封 还得用盒子固定 因为从汤到锅都得小心保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